男子躺在病床上 做着开脑手术 全程保持清醒 他没有任何疼痛 患者是非常舒适的情况下 在做这个手术 他跟我们可以自由地交谈 甚至在书中 可以朗诵唐诗 也可以做这个炒股票 当时我的股票 当然是涨了 动着开脑手术还兴起着股票 但大陆股市三号在崩跌 户指重挫5.77% 累计6月中旬高点5178点以来 户指在三周内跌于千点 蒸发市值2.36兆美元 约新台币70兆 相当于希腊去年GDP的10倍 大陆股市快提 创下1992年以来最大的跌幅 网路更出现许多CUSO的照片 明星拍戏前后的对比图 全成了股民的兴起写照 甚至还有萌娃版的 炒股前意气风发 炒股后全成了苦娃娃 而这个名为名古人的打油诗 更把唐朝诗人李生的诗词 改写成除和日当午 炒股好辛苦 对着K线图一哭一上午 哭了一上午还要哭笑五 还把作者的名字改为白交易 路股连日下跌 大陆官方向空头宣战 并掩打市场上的假消息 大陆证件会宣布减少事故发行 下猛要救市 这影片与综合报道